我的草莓被吃掉了 你知道有些種子在培育前要先泡水? 有些種子要先冰進冰箱36-48個小時? 有些種子要放在噴濕的衛生紙上育苗嗎? 剛開始決定要整理後院的時候 我們懷著雄心壯志 看著網路上的評價找到了一個賣種子的網站 下單了各種神奇的蔬菜花果 還信心滿滿對未來有著美好的憧憬 跟我媽媽說我要自己整花園 我媽媽就開懷大笑 她就說 你們的後院會不會被你們整得面目全非啊? 雖然是跟Green Thumb沒有太大關係的我們 為了不被媽媽看扁 硬著頭皮還是開始望眼欲穿的等待春天的來臨 查了一下我們這個區的Frosty date 是4月8號 Frosty date就是最後一個結霜的日子 所以在這一天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種菜 於是我們滿心歡喜的開始看媽媽買的種子育苗說明 乖乖的照著上面的步驟 小心翼翼的開始育苗 結果 一出門就看到野水仙被流浪貓咬斷了一半 嘆口氣 抱怨了幾句 為了證明我們跟Green Thumb有那麼一點點的關係 還是默默的遇起了苗 有了後院後才發現 東岸的稻春寒是一波又一波的來襲 看著氣溫在零度上下徘徊 真的是差點澆熄了我們心中的小火苗 也凍死了一些小苗苗 好吧 總之發現當個綠手指真的是不簡單 首先以大環境而言 要不先搞懂你在的地區是哪個zone 我們居住的地方就是zone7 接下來就是找到你那個地區的last frosty day 有了這兩個最重要的資訊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規劃你的菜園 不對 我們的菜園 因為我們後院可以種植蔬菜的範圍不大 做了一些square gardening的研究 發現適合我們家 所以種菜的時候不散交際的我們 開始當起了蔬果香草們的公關 要先知道哪些菜跟哪些菜是好朋友 他們合得來 譬如說番茄跟九層塔 他們感情就很好 他們放在一起呢會互相幫助 蝸具呢他幾乎根本就是個社交達人 他跟誰都好 我們大概了解這些蔬菜水果的屬性 譬如說哪些蔬菜呢他們合得來 他們好相處 然後哪一些比較不好相處的 最好就讓他們自己有一個區塊之類的 草莓呢他需要比較大一點的空間 所以安排他鄰居少一點 菜與菜之間的間隔 需要多久的陽光直曬 還是他沒有那麼陽光 他需要一點陰暗面等等 都是視線要做好的功課 總之一開始對咖啡熟止的我們 我們要學習的地方實在是太多了 但我們鼓勵自己不要放棄 畢竟我們曾經是植物殺手 而現在已經稍稍進階了 但是看著陣亡的小苗 我們決定聽取網路上的建議 買一些已經成型的菜回家種 想想也是 要先帶一些厲害的回家 給我們家小苗苗看看 當個榜樣看看人家想想自己 於是我們再出發去了一趟男人的Sephora Home Depot跟Loss 買了一些生菜回家 整後院種菜種花 本來應該是修身養性 非常療癒的 但被我們自己搞的壓力有一點大 所以我們決定跟朋友去Legoland 紓壓放鬆找回一點初心 由於我們跟朋友都剛好有狗 要踩點出門準時回家 所以並沒有打算一次玩完全部 查了一些攻略 發現跟Universal Studio的玩法很像 一進園之後就是直奔最後面 忽略一路上會讓你分心很可愛的小園區 還有一些很誘惑人的錢包的商店 這些都是業障 直奔主題就對了 Legoland比較沒有太過刺激的雲霄飛車 旋轉木馬也是樂高煮起來的超可愛 但商店排隊太長 要回家照顧貓孩的我們只好放棄 我們雖然沒有小孩 但注意到幾乎每一個遊戲都有最低身高限制 有小孩的朋友記得查一查 以免進去之後只能逛小人 好可怕 好 果然去玩小人國意外的發現之前玉德苗發芽了 果然還是要帶點榜樣回家讓他們瞧瞧 這時候很慶幸當初育苗的時候有留了一大半的種子 並且真心覺得要從人家育好的苗開始 感覺受到鼓勵的我們 又跑去了兩家比較專業的植物店 一家在Fort Lee 這家很妙 一進門的地方就有告示 表示說如果你大量訂購的話就會有折扣 此時我們就隱隱約約覺得怪怪的 這裡的每棵樹真的都養得非常好 但價錢也是非常的讓人開眼界 一棵比人高一點點的樹 大概都是一個入門款名牌包的價錢 進了店裡發現櫃台對我們愛離不離 都在接電話 才恍然大悟 他們應該是比較偏好批發 因為他們對小量購買的客戶沒有很熱情 我們也就摸摸鼻子走了 另外一家店在Short Hills 這一區是整個Jersey的好雪區 地段好,房價高 本來還想說會不會又踩雷 沒想到超好逛 蔬果的種類非常多 花草更是看得讓我們眼花撩亂 很難選擇 我們的是最小的 蔬果 蔬果是什麼意思 只有一次耶 那不要 那我要買那個香草類的 蔬果 蔬果 我們有設定一個花園的預算 真的是要互相捏對方的腋下肉 對,就是那麼痛 互相提醒才不會亂花錢 哇,他這個 他這個長得好好 這個Latis 不一樣顏色 對啊 要嗎 好 是不是要看你 我有看好不好 好嗎 那吧 開心 能樂意的都在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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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喔 好貴喔 他一盆要一百 吧 欸 喔這一盆是四十四塊 四十四塊九九 長得很好的 結帳囉 好奇 好奇多少 你猜多少 三百 我猜 大概 兩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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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嗎 我們自己搞後緣 哪哪都是坑 沒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 唯一有的血和教訓就是 保護好你的草莓 太傷心了 太傷心了 剛起來發現 我的草莓被吃掉了 不知道是誰 吃掉了我的草莓 還不吃完 還留了一個小屑屑給我 謝謝你喔 嗯 嗯